公元651年 玄奘大师为了奠定中国大圣佛法文化的根基 除了夜以近日易经和奖经外 同时应四周的刺史们的请求 受与弟子们行持大圣法的规矩诡伴 公元656年 又接受了德叶寺数百位比丘尼众的请求 传授他们大圣行持的规范 佛经说 圣者现前所授予的大圣法规范 具备了上品功德 而玄奘大师正是这样的一代大师 若有姻缘遇到圣者应世时 应该如株洲刺史一样 前往祈求授持大圣规范 上品功德不可思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玄奘大师一晚二圣论典 大批婆沙论后 有一位名为法宝的僧人 针对其中的一处异礼提出质疑 玄奘大师便在不删减原文的情况下 加上十六字 令其异礼更加圆满 来者指尚未如神离结者的池南口页 这是玄奘大师在翻译经论的过程中 无一因为弟子强烈质疑论典义理不周 而被迫补充文字的记录 至于所义的经典就没有这种情形 因为经和论不同 佛经是佛陀所说 本来就圆满无碍 法宝后来从大师所写的《成为师论宗》 知道大师不可思议的正量 更加敬重大师 后来也成为玄奘大师门下 杰出的弟子 翻开中国佛法经论的翻译时 最初是逐字逐句 按照梵文旨意 文具尖色难以诵读 真正大幅度开展意义 是从纠摩罗石开始 然而其风格奔放不拘 又依国人喜好而精简文具 戏其缺憾 这翻译的困局 到了学浪大师出现以后 才算是完全的改观 学浪大师并不是质疑 也不是异议 大师显手于梵文以及中文 又亲自到了印度 批阅诸经来刊定真意 因此做出的翻译是文质相符 近代学者张太炎 还有季献林等人都非常赞叹 大师在翻译上的品质以及数量 都可说是中国佛学史上的极致 若以二圣的俱色论来说 近代学者在比对梵文之后 对于玄奖大师精准的逻辑和翻译技巧都非常的赞叹 因为大师不仅呈现了梵文的原貌 并且将梵文复杂的语法 以中文独特的方式呈现 弥补了汉语和梵文在语法上的巨大差异 从字里就可以充分看出玄奖大师的翻译技巧是如何的精湛了 玄奖大师六十岁时 打算翻译大波仁布罗密多金 但考量在今时杂事繁多 无法专心议事 因而思索将一场迁离京城 玄奖大师议事非常严谨 所定定的一经几度 如果白天因为有事而耽搁了 当晚就尖程赶工 他个人又理佛晚课习惯 晚上十一点才就请 等到凌晨三点 他就赶快起身 准备当日要翻译的内容 如是天天老泪 以至于当年于高山雪岭上所受的风寒 就复发了 几乎倒置不置 玄奖大师曾经上表 渐请将一场迁到少林寺 免除金师杂物 专心议事 但不为太宗和高宗两位皇帝云可 六十岁时再次上表 为自己年岁已高 色身为何 渐请废除祝一僧 允准他带一两位弟子到旧境的玉华寺 偶尔一些小金度过余生 这次终于打动了高宗 同意将议场迁移到玉华寺 当时有一位浮生法师 带了经论来到中国 朝廷命他将经论置放在慈恩寺 四年他被拆遣离开了中国 经过多年后他回来时 异常早就从大慈恩寺迁移到玉华寺 他的经论因无人打理而被弃制 后来他勉强翻译了三部经 浮生法师就是纳提三藏 他的见解与玉华大师并不相同 而抵触了佛说 他带来经轮之中 有的属于外道的典籍 或是干脆就不承认有第八世的凡夫 他们的六世的著作 道宣律师不察于此 却在序高僧传中 来主张浮生可以解第一意 不过我们检验了一部浮生的异著 他将忍受从子流窜的行为 当作是忍入波罗蜜 这实在是一个将第一意 变成了凡夫意识心的相应境界 在《宋高山传》中 也误说法杖法师 曾参与玉华大师一场之事 却有和玉华大师意见相左的情形 而事实上 根据唐朝崔志源所述 法师前华多年之后 法杖法师仍尚未出家 什么可能有在异常担任 朱一生的情形 可见史料不可尽兴之一般 在开议大波罗蜜多经之前 玄奘大师以极短的时间 对众宣讲十卷的《成为事论》剧作 当年世青大师在印度写出了《为事善诵》 共有二十八家来加以注释 其中又以十大为事论师的注释 最受到的世人瞩目 本来大师是决定要将十部注释 都分别加以移除 不过弟子亏姬呢 他却觉得这样不妥 他不惜退出议事来强烈建议 于是大师最后提出自己在印度 所造的《成为事论》并译成中文 生来采结十大论事的观点 再加上自己抉择会所成 复法大师是十大为事论事中最杰出的 但是 玄奘大师并没有单独 译出复法大师的作品 这是因为在《成为事论》中 大多已经阐释了复法大师所说 而玄奘大师对于复法大师 在《论》中的部分主张 也做了必要的更动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玄奘大师的抉择会是如何的难以思议了 虽然玄奘大师牵称 《成为事论》是翻译各家之论 柔和而成 但实际上是玄奘大师 以其抉择会 偶心立写的著作 玄奘大师 的证所 然而玄奘接受这样建议的结果 就导致了中国学人 还是不知道呢 十大论师们到底哪些是错的 哪些是偏差的 信授其中反无论师的人 他们就依然顾我 后来 玄奘大师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 撰写了《成为事论述记》 不知道执取六师法 就是落在常见中 又因为否定第八识 而同时也落于断见之中 更为了维护自己的见解 对于事与根 产生种种错乱的说法 也就成为玄奘大师 在八识规矩诵中 所评论难分事与根的语者 在现存的许多资料中 都可以佐证 安慰落在意识境界中 严重曲解法义 像这样的凡夫论师 也有无知凡夫追随 实在令人哀悯开叹 成为事论 不但评议了十大论师的政额 也阐明了佛道上修行的次第 以及各修正阶位的 种种重要县观 佛道修行 最主要的是要亲证十相 然后转一 这个十相因 如来藏的真如法性 再继续来进修 才能够次第得见 这个十种县观 这四种县观是什么呢 是幻世 阳焰 梦境 镜像光影 无想水月 变化所成 会有事有 如前踏薄成等 十个阶位相应的县观 大师当年写了九个 后来欢迎大波罗经时 知悉经文说了十个 但已经无暇更动成为事论 玄奘大师由于谦逊己得的缘故 不曾明说这其中的许多县观 其实是他自己所实际观察到的 但是 弟子窥机记载大师的开始说 这些县观不是在最初 宁静时就可以知道 比如你要知道前八种县观 至少必须五地满星位才能了解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玄奘大师的正量是如何的不可思议了 当时中国佛法文化上 之所以没有人提出这种 县观正量的说法 是因为大多数人 连我见都还无法断除 自然无法明心 黄论继续进修 而发起县观 此外 玄奘大师在《成为事论》中 也针对主张 戏意识不生灭的邪见 进行了辩证 有人不相信八世正理 主张第七世和第八世 是由意识细分出来的 戏意识和极细意识 这样的说法等于是 间接否定了第八世 玄奘大师在《成为事论》中 说明意识与第八世的体性 可运行相貌各不相同 意识善能分别 形象明显 不断生灭变异 夜夜免首时断灭 而第八世 则是离见闻觉知 恒常不生不灭 形象幽影难见 因此 如果主张意识中存在第八世 就等同主张生灭法 能产生不生灭法 这怎么会合乎道理呢 又有专做学术考证的极多学人 找不到大圣佛法 在佛灭后五百年之间 广泛流传的事项 便主张 大圣佛法 不是佛陀亲口所说 造成严重的误解 宣传大师 在成为世论中 举出了 大圣法 是佛陀亲口宣说的论述 大圣学人 一如来嘱咐 不予佛灭了五百年间 广传流布 大圣佛法 而明心正真之法 使佛陀脸花 传语谋佛家舍 教外别传 不利文字 既然学人施下传法 都是以心运心 都是以第八识 直接一证 如此不利文字 如何会有 事项上种种证据 来被现代的学术 来考据发掘呢 大圣佛法 在佛灭五百年以后 由于二圣阿罗汉 见世消失 使得二圣解脱到 不复兴盛 大圣法终于 可以重新开展 马明大师 与大圣起庆论 开启先河 接着由龙树 及提婆大师 宣言般若 中观 及为是总治 再由吴佐 与世青大师 阐明 第八识正理 前后绍成 发现 米勒大师的大论 最后由 佛法大师 调妃 李希 为是正理 总结了第一次 大圣佛法复兴运动 每一阶段都是以第八识 如来障贯穿始末 这样跨越五百多年间 四地分明 不成间断 不了解佛法浩瀚身庙 与大圣传法脉络者 就会产生 大圣是后来 身文部派的僧人 所创造的邪见 不知大圣法 以及二圣法的实证智慧 都是以第八识如来藏 为核心而开眼 不懂也不证大圣法的 身文部派的学人 不可能发展或演变出大圣佛法来 在成为世论中 玄奘大师也清楚论述了 第八识必然存在的道理 依照佛法 意识是因缘所生法 生命的变异 每个人在死后 如果重新再出生 他意识可是全新的 并会是前一识延续过来的 等到下一识意识 他也不是这一识意识 可以延续过去的 不论怎么看三识之中 每一识意识都只能存在一识 如果没有大圣法所说的 第八识来作为一识 如何能够再投胎出生呢 如果没有第八识支持夜种 来贯穿每一识 如人酬藏前世造业的因果 以及延续前世的修行 所以我们说呢 大圣是佛陀亲口宣说的 这是非常清楚明白的正理 公元六百六十年 玄奘大师开议 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公元六百六十三年异弊 这部经的印识 让中国学人 对于佛陀第二转法轮 所传的佛法 再也没有疑虑 玄奘大师后来又继续 大宝基金的翻译 但只勉强译了几行 就收起了经本 这部经与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一样 卷至浩凡 玄奘体力已经无法承担 自知大显将至 我现在要去向佛礼拜告别 公元六百六十四年 六十五岁的玄奘大师 在玉华寺签华 弟子们哀痛莫名 遵照主妇以草席过身发送 前来送丧的有一百多万人 玄奘大师得横的感召如是 玄奘大师身前嘱咐 不得替他来制作悲悯流传于世间 弟子又不便来述说 大师高耸的正量 于是当时安葬的时候 就独缺了悲悯 就是这个道理 大师所撰写的成为诗论 为中国大圣佛画 开拓了非常稳固的耿机 使得佛画实证有了依规 这部剧论同时和大师 所译的七十三部经论 共同扶持了清正第八四维 开悟标底的南方禅宗 禅宗因此而获得教理的广大支持 才可能一花开无业 成就此后中国千年岁月的文化盛世 当年在一场受到大师指导 而开悟明心的注意生们 受到大师的精神感召 继续投身中国 接去禅宗法脉 柴瑶后代禅宗众多开悟的祖师出现 而玄奘大师后生 也继续教导后世弟子 眼见佛性以及残门差别制 禅宗因而有一千七百多则公案 流传与世 利益后代学人 玄奘大师在佛法修正上 不可思议的高度 和易经的丰功伟业 是中国历代高僧所难以契集的 他毕生以少龙佛法文化为直至 穷尽后半生之力 而尽瘁于异常 玄奘大师处理的 真伪世亮八世政理 令中国禅宗后来得以大兴 玄奘大师及其门徒 继续受生于中国 代代传承禅宗法外 例如中途的归山林佑 克寝原物 大会宗高 以及逃生到藏地弘扬 他空剑的独捕巴 多罗那他和许多的禅宗祖师们 都对大圣佛法展现了成仙起后的影响 成就了中国千年的文化盛世 克寝原物禅师 更是设立佛尊者再来实现 可见中国真是一个净土 相较之下 印度如今已无佛法 只有达兰萨拉 仍存在弹催化的假冒佛法 令人开叹 玄奘大师一生对中国文化 有极大的贡献 除了凯定了如来宣言的巴士正理 奠定中国大圣佛法文化的根基 其所撰写及翻译的经论 更支持了流传千年的中国禅宗 使得代代绵传不错 利益后代学人无数 玄奘大师圣者的风范 万古流芳 典型长流世间 一文超胜盖群贤 法义齐备中土现 为法灭身认圣道 尽瘁一场亦完人 千古一论成为事 凯定如来正法轮 明星弟子齐感召 斜入禅门定宗旨 一花物也自然开 师徒在会写青史 虚空无穷怨无尽 同路横杀绝有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